那你们这班出了真不少人才啊 他们有生活 他们从基层上来的 一个是有生活的基础 另外一个呢 从这样的底层 做普通的工人 一下子到北京来上大学 所以他们那股子学习的积极性 就特别高 所以七八届呢 所谓的第五代吧 不论是导演 摄影 编剧 美术 表演 出的人才都比较多 对 张艺谋什么 他们都是这一届的 你们都是一届的学生 一届的 七八届 钱老师经常上课说 不认识 特别忧国忧民的说 同学们啊 要用功啊 你们一定要用功 知道很辛苦 但是国家需要人才啊 我们时不可待啊 希望你们努力啊 他那个焦虑的那个表情 我一历在目 那时候他从年 很年轻 我们来的时候 钱老师还很年轻 很干练 一直到他 我们看着他 一点点 为我们 白头 多 嗯 对 每天不回家 不招家 嗯 天天 在学问堂里啊 跟我们夹 夹课啊 学啊 天天逼着我们学啊 你们毕业的时候 惩不得老师吧 嗯 他们毕业也比较坎坷 惩不得 不是 因为这个班呢 当时我们在教学上 有些改进 对 就是接受以前的教学啊 嗯 就希望 就是课堂教学 和生产实践 结合得更紧密一些 嗯 所以我当时就比较大胆的 就是说 学生在学校期间 尽量的让他们能够 拍戏 参加拍戏的实践 哎呦 太棒了 所以呢 张潮的实践 他就上了 一年学以后啊 第二年 就被学金 就给 叫去拍 阿妖兰 舞优优独播 档 参加拍照 bekommt 不知道 过 不ulk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